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芥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它是一种很普通的菜肴 我们经常用它炒着吃 或者是煮粥,煲汤,凉拌 都非常的美味 芥菜它不仅营养价值很高 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是特别高的 钙元素含量很高 对于人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多的益处 蛋白质中含有很多的氨基酸 都是人体必须的 所以能够及时补充人体需要的营养 除此之外,芥菜所含的纤维 或者是胡萝卜素 这两种物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这种蔬菜它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去食用 今天我们就用芥菜给大家分享一道 非常养生的吃法 中老年朋友每周吃上两三次 老了腿脚好,精神棒,三高平稳 大病小病远离离 腿脚越来越有劲 我们先来准备一小颗的芥菜 用清水先把它清洗干净 那么大家肯定会有个疑惑 芥菜不是一种很普通的芥菜吗? 能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它可以预防癌症 芥菜中的维生素是非常丰富的 尤其是维生素C这种维生素可以防止有害盐的 消化 如果这种有害盐在体内中积累 就会对身体产生危害 所以维生素C能够起到消除这种有害盐的作用 帮助人们消化 它还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芥菜中的纤维含量很高 而这种纤维吃了之后能够帮助肠胃蠕动 促进身体中的毒素和垃圾排泄 除此之外还可以帮助增强我们的新陈代谢 对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疾病 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还能够缓解业蚌症 芥菜除了纤维和蛋白质以外 还有很高的胡萝卜素 胡萝卜素对于我们的眼睛也是有好处的 常吃芥菜可以治疗肝眼症或者厌蚌症、老花眼 对眼睛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芥菜之所以叫做芥菜 那是因为其中含有芥菜酸这种物质 而且这种物质可以有效的止血 如果人们身体中有伤口的话 吃了芥菜可以得到及时的止血作用 把芥菜清洗干净 切成芥菜碎 放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几个小芋头 芋头相信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特别喜欢吃 它是属于粗粮 其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钙、磷、铁、钾、铁、钾、铭、纳、胡萝卜素 烟酸、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 中老年朋友适量的吃芋头 有助于身体补充所需要的营养 对健康它是有一定好处的 芋头还被称作为地下人参 能够补肥胃增强肥胃消化功能 传统的中医认为 皮肾功能失常会导致痛风 主要机制之一 当皮肾功能失调 轻酌于转育功能失质 就让成湿热弹酌 留住关节则发为痛风 因此高料酸患者 可以通过适量的使用芋头 来调节自身的体质 另外芋头的飘零含量也很低 每100克的芋头中飘零 仅为10毫克 同时芋头还含有丰富的甲元素 对于尿酸排泄也很有益处 因此痛风患者 是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芋头的 另外芋头还可以帮助补充 丰富的钙质 从而促进骨骼和牙齿的发育 还可以预防一些 中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问题 还能够促进减肥 芋头中所含的热量很低 而且作为一种主食 适量的选择后 其中营养成分可以起到促进新陈代谢 以及加速脂肪燃烧等功效 中老年朋友经常吃一些芋头 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 具有很好的防癌抗癌的作用 接着再根据自己的需求 准备适量的锦米 锦米含有人体必须的淀粉 蛋白质 维生素B1 维生素E 胡萝卜素 钙 铭 铁 铃 等多种营养成分 能够起到补充营养的作用 中老年朋友适量的喝一些锦米粥 能够预防疾病 因为其富含脂肪 钙 铃 铁 以及壁足维生素 等多种营养成分 适量的食用 有助于减少高血压 心脏病 等疾病的发病率 还能够预防糖尿病 脚气病 脑联斑等疾病 能够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 因为锦米中的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含量比较多 适量的食用 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并且促进血液循环 保持人体气血运行 再来准备三颗红枣 先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剪成红枣丁 红枣性温 胃肝 含有丰富的氨基酸 维生素 钙 铁等矿物质 糖类 纤维素等 吃红枣可以补铁 补钙 增强造血功能 其道补气 养血 养血安神 调节气血 促进睡眠 预防中脑连人 骨质疏松的功效 吃红枣 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扩张和软化血管 消除疲劳 降血压 降胆过程 降血糖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还可以抗皱 美白 延缓衰老 但需要注意的是 红枣糖分比较高 每天摄入的量 一般控制在3-5颗即可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 适量的瑶柱 这种小颗的瑶柱 大约准备15颗左右就可以了 瑶柱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和各种矿物质 瑶柱蛋白质含量是 鸡肉 牛肉 鲜虾的3倍 每100克 甘品 甲含量将近2000毫克 是香蕉甲含量的10倍 食用瑶柱 不仅能够强筋健骨 还能够提高免疫力 中脑连人经常食用 精神饱满 腿脚更加的有力气 建议中老年朋友 平时煮汤煮粥 都放上一小把 对于身体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瑶柱用清水简单清洗一下 然后加入温水 给它浸泡10分钟 接着把准备好的食材 全部一起倒入砂锅中 浸泡好的瑶醋 连水一起倒进来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用大火煮开 转小火 煮上3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星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 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啦 时间到后 我们来看一下 粥都煮得比较粘稠啦 这个时候把芥菜加进来 再煮上5分钟左右 加入少许食盐 调味就可以装碗开吃啦 用芥菜 锦米 芋头 搭配瑶柱 一起煮抽 不仅非常的鲜香 美味 而且含有丰富的钙含量和鎂 容易被人体吸收 还具有调节 人体的钙煤比例作用 从而可以维持肌肉正常的兴奋度 还能够防止小腿抽筋 中脑年朋友经常吃 伤高平稳 腿脚有劲 精神好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